各位,我被起诉了,因为揭露了张维为和观察者网的关联,以及一些幕后的事情。 观察者网已经向上海市常宁区的法院递交了诉状,要起诉我,网络侵权,是民事纠纷。 这个观察者网就是张维为参与发起的,观察者网的董事长李世默,法定代表人李波,股东金仲伟和潘晓丽, 以及创始主编于亮都在张维为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任职,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。 其实这个起诉也是意料之中的事,四个月前,观察者网就曾经发过侵权的投诉函, 要求对我的内容下架删除屏蔽断开封禁,当时投诉没通过,现在终于痛下决心要和我对簿公堂了。 大家都知道,观察者网还有观联公司旗下亲约的网红特别多,张维为,金灿荣,陈平沈亿,这些都是。 这些人的言论是什么风格,我相信大家也清楚,我们这种普通人站出来提出不同的意见,他就开始投诉起诉。 难道就只允许观察者网在网络上发声,我们普通老百姓就没有说话的权利,我已经准备应诉了。 虽然观察者网在传媒行业经营很多年,背后还有成为资本这样掌控数十亿美元投资规模的靠山,在他面前我就是一个蝼蚁。 中国人的传统里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而且遇到比自己强大多的总是选择逃避,但也有一小部分人的选择不一样,这个世界总有汉术的皮肤,也总有突火的飞蛾。 即使败诉了,我在争取自己说话权利的路上,至少留下了自己的印记,我会定期更新事态的发展。 欢迎大家关注